早上7点了 我们要出发去 天刚透白 住在大林寺院宿舍的 这对夫妻党医师 一快出门 就2345 其实我都在这 膝盖内侧 你这边退化的时候 一定会痛 看诊时间不太一样 于是夫妻俩相互补胃 如果有一些妇科方面的疾病的话 就会请病人 然后跟他讲说 你礼拜几可以去找洋医师 我们会希望病人 获得最大的帮助 明天看谁 然后他有哪次的斟酌 我们很常出现就是 譬如说我背上 他难下 然后我们会互相交代一下 说老公 台中交流道那边塞车 你绕一下之类的 感谢说这边的乡亲 愿意给我们这么多机会 倾听病患的声音 也融入客家社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现在亚嘎 怎么讲 我的名字还会这样 我们现在客家话就不太认真 这个我们会努力地学习 这是一年前 客与卡卡的业院长 但此刻不同了 今天哪里没有双快 今天我吃到按动力 一枪有感染 没用的 头哪会粉粉 没有头哪会痛 没有头 会痛 医师能够跟我们用客家话谈的话 我们觉得非常像是家里人这样子 看起来是气感中 如果他会开医疗 本一心 这医疗 他们在西匿 跟客家的病人们之间的沟通 如果更顺畅 然后他会感觉到更温馨 他会更愿意讲出他的问题 医病员致公情 每天早上是中药茶的制作时光 那来就要煮茶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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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今天煮吧 所以我之前家里就是开中药店 我在抓中药 让大家能够喝到这些茶 也能够是养生这样 我们就送去中医院了 凤茶文化 从中医院起业至今不曾间断 这个茶呢天天都会更换 让大家有这样不同的口味 医院这样从动工到现在 我都全程都有参与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话 很有价值